一開始我們先請大家您看一下 我們上面這裡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東西 就是這個 這個 我是蠻建議各位可以先裝起來 請問你現在用電腦會不會受到別人的管制啊 你如果家裡面有小朋友你就會看到電腦不要用那麼多 電視不要看那麼多 請問你現在有人會跟你說嗎 會有主管跟你講電腦不用太多對身體不好 都沒有都只有說事情做好就好 可是真的用電腦用太多不行 你要做適度的休息 所以家裡面如果有小朋友的 建議用一下 那說真的自己也是用 為什麼我不知道各位用電腦會不會記得起來休息一下 很多時候常常會忘記要休息 一做就很久了 好那這個呢不用安裝 不用安裝 你可以先執行 等一下你可以看看說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那這個呢 你如果執行起來 我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我放在這邊 眼睛眼睛 好在這裡齁你那個資料夾打開之後裡面就有一顆眼睛 看到齁點兩下就好了 點兩下呢正常的情況下它會出現一個畫面齁 會出現一個畫面 這個 會像這樣有一個畫面跑出來 好有一個畫面跑出來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 就是我們看上面這邊它會有一個叫做短暫休息齁 工作多久工作幾分鐘休息幾秒鐘 我大部分都是設一個小時休息六百秒就十分鐘 大概十分鐘齁 所以你可以自己嘗試看看 那有小朋友的可以設一個寶物 家長模式 哇 可以那個齁 不過說真的小朋友很厲害啦 你用幾次被他偷看過之後他就會了 像我們家就沒有用的 然後control delete 哈哈哈哈 這就不好 所以我還有用別的啦 但是這個我是覺得比較方便 你可以參考看看 那會提醒你一下齁 記得休息好